10月26日,FDA的一个健康顾问小组经投票决定,建议FDA授权辉瑞新冠疫苗的儿童剂量,这使美国距离为5到11岁的儿童接种新冠疫苗更进了一步。 除一票弃权外,该顾问小组其他成员一致通过,认为辉瑞疫苗在该年龄组中预防新冠的益处超过所有潜在风险,包括与心脏病相关的副作用。 据称,这种副作用在青少年和年轻人中非常罕见。 辉瑞制药公司表示,其两剂儿童疫苗是成人剂量的三分之一,有效率超过90%。 FDA预计将在几天内做出授权决定,FDA授权后,CDC将就是否推荐这种疫苗以及哪性人应该接种做出决定。 2800万5到11岁的美国儿童最快将在下周进行接种。 虽然与成人相比,儿童新冠重症或死亡的情况相对罕见,但有些感染儿童会出现并发症,而且由于Delta变体传播力更强,未接种疫苗的儿童感染率已经在上升。 美国儿科学会的数据显示,已经有500多名美国儿童死于新冠肺炎。 流行病学专家认为,要真正终结疫情,得至少让全美各年龄层共80%的人口接种疫苗。 但青少年与儿童一直未接种疫苗,新冠疫情就不会有终结的一日。